女性孕期该如何自我保健? 青红涛,西北妇女儿童医院,产科,主任医师 女性在整个孕期中要经历将近9到10个月整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期间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很多 第一就是时尚的一些注意事项 我们避免摄入过多的能量的东西 然后饮食注意搭配合理 再一个呢要注意高蛋白和纤维素的一个摄入 低油脂的摄入呢相对来说呢安全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孕期女性摄入比较多 我们出现了一个妊娠期糖尿病 所以我们要求的就是饮食上一定要合理化 注意一下饮食搭配 整个孕期的体重呢控制在一定的合理的范围内是比较安全的 第二呢就是在孕期的时候要注意适当的运动 运动对于孕期是很重要的 整个孕期的时候都可以运动 就是运动的方式不一样 一般漫步还有一个呢上下班走路都是可以的 还有广播体操呀 一些简单的瑜伽都是可以做的 但是有一些比如低于胎盘的或者是胎盘早播的 或有这些出血状的就可以不用运动 那第三个呢就是在孕期的时候要注意避免危险 比如说去人多的嘈杂的地方出现一些危险的因素 还有避免接触一些有传染疾病的或者是感冒人多的地方 出现一些疾病容易感染到传染疾病的这些情况我们是要避免的 专家提示 一注意饮食卫生与营养均衡 二注意安全 避免去人多的地方接触到传染病 三适当运动有利于顺利分娩 masuk心里边不让人多的地方 我们是不是也不让人多的地方 就可以确实一下 后是避免之前